又是农信系统 三高管集体落马 大搞权钱交易 直接被一锅端 大搞权钱交易 收受贿赂 陕西金融系统一日落马三位高管 近年来 全国多地省联社一把手接连被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党的十九大以来 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中 辽宁 陕西 阿辉 四川 内蒙古 山西 海南 山东等近十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 有领导班子成员落马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潜伏后继 无案串案现象 具体来看 杨建新对双开通报显示 其利用组织人士权大肆收受贿赂 带坏了联社系统干部队伍 破坏了联社系统政治生态 损害了联社系统的信用 目前正接受 上海市纪委兼委驻普发银行纪检监查组 纪律审查和上海市宝山区监查委员会监查调查